人类对狗狗这样真心的付出 当遇到困难时 狗狗也是会不顾自己性命 救助其他狗狗生命的 您现在收看的是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 长老法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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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来神力评 现在是讲到佛献十种神力 十种神力刚才讲到第四 第三是庆客 第四 谈指 就是一时庆客 庆客聚共弹词 庆客表示佛一代说法 到了法华会上 已经敞佛的本怀 满他的心愿 使似众生开始误入佛子之间 同正诸法实相 所以很能够通常的完成他的心愿 所以表示这个通常说法的意义啊 所以庆客 谈指 谈指是表示随喜 身欢喜心 看到众生能够依法修学 将来都能成就无上菩提 所以佛以谈指 表示随喜之一 随顺众生如法修学 而将来有所成就 所以身欢喜心 所以用谈指来表示随喜 第五 第五 第六 第六 普建大会 这两种后并在一段文 因为这个地动只有一句 接下去是当时的 十方世界的大众都能见到 零三大会 所以叫做普建 第六种震动 当时佛现这个神通的时候 大地六种震动 这个六种震动 在续屏就已经讲过了 就是动 容 息 枕 吼 姬 三种是形象上的震动 三种是声音的表现 叫做六种震动 这个六种震动的表法的意思啊 显示众生 依法法经修学 由吴云到六根清经 说你依法法经修行 人人都得六根清经 所以以六种震动啊 所以以六种震动啊 所以天 龙 叶叉 前大婆 欧修罗 加罗罗 金罗罗 摩河罗切 这是八部 人 人 人道众生 非人 其他各道众生 等 就是十方世界所有的众生 以佛 以佛神利谷 皆见此娑婆世界 无量 无量 无边 百千万亿重宝 受下 私自坐上诸佛 十方世界中山 有佛的神通伟力 放光 普照 所以所有的天龙八部 一切大宗啊 都看到这个娑婆世界的 殊胜的这个法法的大会 所以由依靠佛的神通伟力的缘故 大家都看到这个娑婆世界 我们住的这个世界啊 灵散会上 无量 无边 百千万亿的 重宝受下 私自坐上诸佛 就是分身诸佛 即见释迦牟尼佛 供多宝如来 在宝塔中做私自坐 大家没有忘掉吧 见宝塔并说的 释迦牟尼佛 也生到多宝佛的宝塔里面 过去多宝佛 把他的座位分一半 给释迦牟尼佛做 那么从身座 就一直说法到现在 就在多宝佛塔里面 两尊佛 过去现在佛 坐在佛塔里面 说法到现在 所以这个时候 十方世界大宗啊 都看到苏佛世界 释迦牟尼佛 跟多宝佛 同坐在宝塔里面的 私自坐上 又见无量无边 百千万亿菩萨摩霍山 集中四众 恭敬围绕释迦释迦牟尼佛 大家都看到 在灵参会上无量的大众啊 围绕在释迦牟尼佛的身边 恭敬地听佛说法 既见事宜 皆大欢喜 都未曾有 十方世界众生 既然看到这种的 熟圣境界 熟圣的现象 看到之后啊 大家都很欢喜 都未曾有 不曾看过 这么熟圣的 法会的 这个境界 看是看到了 但是不晓得 是在做什么 这是什么意义 他不了解 所以下面第七啊 有天上的天人 在虚空中 为他们说明这个 他们所看到的 苏波世界 这一幕 是在做什么 所以接下去 就第七 空中畅生 在虚空中 所有的天人 为那些 死亡世界的众生 宣布出 苏波世界 零三会上 说法法经的 这熟圣境界 所以经文说 即使诸天 于虚空中 高声畅言 即使 就这个现象 现出来 大家看到的 那个时候的同时 在虚空当中啊 有许多的天人 知道这个实际情况的 就向 死亡世界的大众 宣布说 高声 放的声音很大 宣布 唱 宣布下面的话 构此无量 无边 百千万亿 欧生其世界 由国 明苏波 世中有佛 明释迦牟尼 经为诸布萨摩霍撒 说大圣经 明 妙法念法 教菩萨法 佛所复念 如当 当身心随习 一当礼拜 供养 释迦牟尼佛 这是空中 宣布的声音 在虚空中 天人 向死方世界的大众 宣布这个话 当然这也是 依靠佛的 伟的神通啊 才能使死方世界 都能闻到 那么这些 周天对 死方世界的大众 说你们要知道 经过这个地方 一直到 苏波世界 要经过 无量 无边 百千万亿 那么多 欧生其 也是无数 这么多的世界 再过去 有一个世界 叫做苏波 因为这是指的 东西 南北 四围上下 或者指东 指西 或者是由上 至下 由下至上 所以不能说出 他死方的哪一方 每一方都是 同样这样子 远布 远的地方 就是说 经过那么多的 世界 再过去 有一个国徒 叫做苏波 苏波世界的 临参会上啊 有一尊佛 在哪说法 就是释迦牟尼佛 你们现在看到的 就是苏波世界 释迦牟尼佛 正在说法法经 还有好多的 分身诸佛 在宝寿下 那么现在 释迦牟尼佛 在临参会上 为诸大菩萨 说大圣经 这个大圣经 叫做什么名字啊 名字叫做 妙法连华 就是妙法连华经 对大众宣布说 现在 临参会上 释迦牟尼佛 为大众 讲说 妙法连华经 快要圆满 那么这一部经 你们讲的什么道理啊 教菩萨法 佛所复念 这说明这部经的内容 这部经就教导菩萨 行菩萨大的方法 你要体证诸法实相 开始物入佛之之间 就要从这部经 所以这一部经 专教菩萨修行的方法 所以叫做教菩萨法 那么这部经 既然能使众生断烦牢 成菩提 究竟成佛 所以为始方 一切诸佛之所复念 复持 复念这部大经 那么你们看到的 就是这么殊胜的经节 那么你们大家应当要 生心生起随喜之心 深深从你心地的地方 生起欢喜心 随顺这个法会的 殊胜因缘 你们应当生欢喜心 叫他们随喜 那么这种难见难逢的境界 你们也应当要礼拜 供养释迦牟尼佛 他们看到不晓得是什么事啊 现在跟他们说明 这是释迦牟尼佛在讲法法经 你们应当要供养礼拜 所以所有的大众 在各地方 那么就是向苏波世界 来礼拜供养释迦牟尼佛 那么因此第八 才有这个遥归命的这一段话 经文说 比诸众生 闻虚空中生意 活着向苏波世界 作如是银 那么释迦牟尼佛 那么释迦牟尼佛 这就是所谓遥归命 遥是远了 距离无量无边 欧生期世界 无边世界的那边 看到苏波世界的情况 东西南北思维上下的最末端 都是柔词 那么大家听到这个空中之声 知道这是苏波世界 释迦牟尼佛讲法法经 那么因此 比诸方世界所有的众生 听到虚空中所说的这个声音 直到这个事实之后啊 大家深欢喜心 就是所谓随习 向就是苏波世界 东边的就向西边 南边的向北边 下方的向上方 那么东西南北思维上下的 所有诸方世界众生 都连朝著苏波世界这边呢 作如是言 就是嘴里说出 念本世世家孟静佛 表示归命恭敬之话 那么世家孟静佛 那么印度话翻成中国话 就是归敬归命恭敬的意思 不要按照这个文字解释 那么念成南无 南方没有 那就错了 念南无阿弥陀佛 西方才有阿弥陀佛 南方没有 那么为什么不念西有阿弥陀佛呢 南无不要念正言 是南无 所以有些地方翻作这个那 南呢翻作那个那 那就是哪里的那个那 无不用无 有严字旁 有母 有名字旁 有名字的那个 那么那么这样子你就不会念成南无 我们台湾人 有好多啊,还在念南无阿弥陀佛呀,差不多都讲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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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 恭敬, 敬在身体身边都归敬于佛, 表示归一的意思,归敬的意思。 所以, 拿摩阿弥陀佛, 拿摩本师释迦牟尼佛。 因为当时,03会上释迦牟尼佛正在说法巴经, 大家看到这种的殊胜的现象, 大家都向着娑婆世界, 伙掌念本师释迦牟尼佛, 表示恭敬。 所以, 经文里面连写着两句, 拿摩释迦牟尼佛。 那么, 这就所谓摇归命, 十方世界众生都遥远地归命于释迦牟尼佛。 前面, 诸天畅生, 说娑婆世界正在说法巴经, 这是说明法巴经的教的属生。 现在, 十方世界的众生都在归命, 这是表示未来的众生都能体悟诸法实相的一圣之法。 那么, 未来有人继续弘扬这个大法, 都能成就。 第九, 大家从遥远的地方向娑婆世界表示供养。 以种种种花, 香, 隐落, 翻盖, 集诸延伸之具, 珍宝妙物, 皆供遥散缩破世界, 锁散诸物。 从十方来, 彼如云集, 变成宝藏, 便服此间诸佛之上。 这是十方世界的所有的众生归命之后, 表示供养。 那么, 他不可能是一一都到娑婆世界来供养了。 所以, 他把这个香花, 银落, 宝珠, 庄严身份, 身上的种种的延伸之具, 珍宝, 向着娑婆世界的地方, 遥远的一直散过去。 那么, 远怎么能够散到娑婆世界呀? 也是佛的神通之地, 让十方世界所有供养的供品都来到娑婆世界。 基督世界, 阿弥陀佛的国土, 十方世界的众生要供养。 有的时候也是这种情况, 遥散, 遥远的东西送到, 他自己会飞到基督世界去供养。 那么现在, 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说法法经, 十方世界的众生遥远, 把这个香花等物, 从他的地方往娑婆世界遥散。 仗佛的伟与神, 他们都能散到这个娑婆世界来。 那么, 十方的供品, 好像圆弃集在临三会上。 所以叫做, 从十方来, 比如圆集, 好像圆彩啊。 从十方一直涌到娑婆世界, 到这个临三会上来。 而这些供品到了娑婆世界临三会上, 都变成宝障。 好像变成宝曼。 盖福在这个临三会上, 释迦牟尼佛在法会之上, 表示供养。 这是摇供养。 摇供养, 供养是修行。 是修行。 这是说明啊, 未来是有众生能依法法经, 修行都能有所成就。 就是, 表示修行成就的殊胜尽见。 这是摇供养。 第十, 十方通达, 如一佛图。 于是, 十方世界通达无碍, 如一佛图。 这就是十方通达, 如一佛图。 顿时啊, 顿时看到十方世界, 跟娑婆世界变成一个国家。 联合起来, 彼此都很近, 都能看到。 那么, 完全通达, 没有障碍。 那么, 十方世界的人可以到娑婆世界。 娑婆世界也遥远地看到十方世界, 跟我们同一个世界, 好像供一个佛国里面一样。 所以叫做, 如一佛图。 如, 好像。 好像供一个佛国图里面。 那么, 十方世界变成一个佛国。 这个意思就是, 一切众生将来都能证到就近理。 能证到诸法实相的就近之理。 所以, 十方世界成为一个佛国。 人人都能证到就近之理。 所以叫做, 十方通大, 如一佛图。 这是表方。 到这里为止, 佛现神力。 说完了, 十种神力。 大致如词。 后边第三, 节要劝词。 总结上文的要义, 劝导众众生, 要如法受持。 经文有四段。 第一, 称探父主。 先称阳赞探父主这个妙法, 给所有的菩萨来弘扬流通。 经文说, 而是佛告上信等菩萨大众。 上信菩萨名字。 就是, 从第一我们说的, 菩萨的上手菩萨之一。 他为领导的菩萨。 所以称他的意味的名字, 等于其他的所有的菩萨。 以下, 就是佛对他说的话呢。 诸佛神力如是无量无边, 不可思议。 不但是释迦摩尼佛如此的, 只有成就佛国神通为力同样的, 都是佛佛道同, 都是由上面所显现的无量无边, 不可以心思, 不可以口意的广大神通力。 若我于是神力, 于无量无边百千万亿欧生气皆, 为主内功说辞经功的, 有不能经。 假如我用我上面这些神通为力, 经过无量无边百千万亿欧生气无数皆, 为了主内这个妙法给菩萨众流通的缘故, 以这么长的时间来说这部经的殊胜功德, 说不完, 有不能经。 进这个无数皆来说, 说法法经的殊胜功德, 也是说不完, 说不能经。 这就是这个节要富足的第一段。 那么就是生探富足。 下面第二, 解药富足, 总结上文。 总结上文的药义, 来富足菩萨如法弘扬。 以药言之, 法法经的道理很多说不完呢? 我现在举它的大药来说明。 如来一切所有之法, 如来一切自在神灵, 如来一切密药之障, 如来一切神身之事, 解一词经, 玄世显说, 这是解药。 整个法法经的药义不出这些。 所有之法, 一切诸法皆是佛法。 总结这一部经, 就是一切法的总包含。 这妙法连法的名, 就是叫做妙法。 那么犹如连法法果同时, 这个道理就是总结这个明的妙义, 就是妙法连法。 如来一切自在神力, 佛有八大自在的唯妙神力。 自由自在度化众生的神通稳力, 这是总结这一部经的妙用, 这一部经的唯妙的神用。 法法经五重选义, 明是法欲为明, 佣是断以神性。 这部经的唯妙神用, 就是能够使众生断以神性, 成就如来一圣之法。 所以叫做如来一切自在神力。 如来一切秘要之障, 秘密罪要的法章。 这个法就是诸法实相。 法并没有秘密, 而众生当下不能体悟啊, 还没有正道, 所以叫做秘。 吏在众生边, 不在佛边。 佛没有秘密, 佛都要众生亲自证悟。 那众生还没有证悟之前呢, 就叫做秘。 这是最重要的是什么? 诸法实相。 所以这是总结这个实相为题。 这部经以实相为题, 诸法实相之题。 就是密要之章。 如来一切神生之士, 所讲最深奥最微妙的法义。 这是什么呢? 就是一圣因果。 法法经的宗, 宗旨, 就是一圣因果为宗。 天台智德纳斯解释法法经的五重选意。 法义为名, 妙法是法, 莲花是比喻, 法义为名。 诸法实相, 就实相为题。 法法经讲实相, 就实相为题。 一圣因果为宗, 一圣亦佛圣。 从凡地到佛地。 究竟成佛的, 从因治国的修行方法, 就是这部经的主要宗旨。 如来一切神生之士, 就是指的一圣因果之宗。 那个自在神力, 就是神通妙用的断以三性之用。 这是无上提伏的教像。 皆以此经, 玄是显说。 都在这一部经里面, 很清楚地悬扬出来。 开导指示众生, 显明地说出诸法实相的真意。 要怎么样才能开始侮辱佛子之间, 里面都有完全的说明。 这是一部经的要义, 明体中用相。 一部经的要义, 详细在这个法法悬议里面, 有详细的发挥。 下面第三, 劝蒋父主, 劝导大家应当要发心修学。 蒋是勉励, 勉励所有的菩萨如法修学。 事故如那一如来灭后, 因一心受词, 读诵解说书写如说修行。 因此之故, 这部经这么殊胜的缘故啊, 你们所有的菩萨中, 等到佛入灭之后, 应当要专一起心, 来受词法法经, 读诵解说书写法法经。 按照经文所说的道理, 如说而行, 医教奉行, 好好的修学。 所在国土, 若有受词读读诵解说书写如说修行, 若精卷所住之初, 若于园中, 若于灵中, 若于寿相, 若于三方, 若百一社, 若在殿堂, 若三国狂野, 事中坚硬其他供养。 这是劝讲了, 无论在什么地方, 都可以修学法法经, 都可以弘扬法法经, 都可以受词读读诵。 如果法法经所在所住的地方, 就是凡是有法法经的地方, 无论在园中, 人家种水果的寿园, 或者是众生居住的深园, 或者是寿林之中, 或者是寿底下, 或者是僧团所住的房舍, 僧房, 或者是在家人的地方, 百一社。 在家人的总称, 在印度古代啊, 在家人穿的衣服都是白的颜色, 所以称在家人叫做白衣, 出家人要穿这个坏色衣, 所以在家人是穿的这个白衣, 因此称白衣啊, 就是称在家人。 在家人的房舍, 在家人住的地方。 那么由此可见, 法法经不但是在寺庙可以读诵, 在家人的家庭啊, 依然可以受读读诵。 有些人啊, 喜欢说些奇奇怪怪的话, 说是在家人又不可以念什么经, 不可以读什么经, 这实在是并没有标准, 没有根据的话。 现在有些人啊, 他喜欢在外边随便说说, 你们在家人啊, 在家不能念地藏经啊。 为什么不能念地藏经啊? 因为他们就把这个地藏菩萨看作鬼头嘛。 你地藏经一念那些鬼都来了。 这就是笑话, 他是不懂佛法的, 外行人讲的外行法。 地藏菩萨跟观世音菩萨一样的, 大慎大悖啊, 他是把这个最苦的众生先度啊, 所以度地狱道众生。 那么他六道众生平等步度都是一样的, 跟观世音菩萨没有两样的, 为什么在家人不能念啊? 没有这个道理。 而且地藏三经里面也没有说到说是规定什么地方才可以读诵, 没有这个道理。 所以说这些话的人啊, 真是罪过。 懂得一些那个要礼拜读诵地藏经, 要修地藏法门的人就不敢修学了。 甚至也有人说, 在家人不能念金刚经。 我从前在小孩子时代听了这么一个笑话。 他说这个小话。 这个金刚经一念啊, 这个母鸡伏的蛋啊, 整个都坏掉了。 都不能出小鸡了。 是不是真有这个事实啊? 假如有的话, 那是金刚经的功力真是不可思议, 使那些小鸡通通通通超生了。 都不要做鸡了, 转身人道, 他们都去读诵金刚经。 那不是更好啊? 为什么不能念啊? 那你就是老是想要吃鸡啊? 所以, 这个不懂佛法的人啊, 他随便乱说, 那个没有标准的啊, 你必定要以圣言量做标准。 法法经是金王, 成佛法法, 你要成佛啊, 修学法法经才能成佛。 那么因此这个法法经什么人都可以读诵, 在百一社, 在家人照样可以读诵。 当然, 要恭敬, 亲近的佛堂, 就可以供养法法经, 也可以读诵法法经。 所以, 这经文明明说的, 若百一社, 一样是可以受读读诵。 若在殿堂, 大殿, 佛堂, 讲堂, 僧堂, 都可以读诵。 若山谷狂野, 深山游谷, 狂野没有人住的地方, 没有人的地方, 都可以读诵。 如果这些地方有法法经, 那等于是建塔供养一样, 师中接应其塔供养。 接应其塔, 你不要忘文深意, 认为一定就要做它了。 那我家里也有一部法法经嘛, 那我也要修过塔呀。 哦, 那不得了啦, 整个台湾都是佛塔呀。 因为法法经很多嘛, 有一部法法经就要建一个塔。 这叫你建什么塔呀? 约理讲啊, 叫你从心里见过灵山塔。 人人游过灵山塔, 好像灵山塔瞎修。 这个灵山啊, 不在外边, 就在你的心地。 你有一部法法经, 不离法法经啊, 那你心地就有一部, 就有一个法法的, 保它在这个地方。 啊, 那么有金的地方就是有塔, 等于就是佛塔供养的地方。 啊, 所以金刚经也这样说呀, 若是经典所在之处, 啊, 这位佛塔, 就是有塔, 啊, 应当要建塔供养。 啊, 呃, 呃, 甚至天龙八部都要供养, 等于建塔一样。 他看到法法经, 看到金刚经, 等于看到佛的, 设立它, 没有两样的。 啊, 所以, 所谓接应其塔, 他供养, 约理说, 从内心, 建林山塌, 啊, 向林山塌下心。 啊, 因为事实上说, 对法法经, 恭敬供养, 就等于建塔, 不一定要建出这个七层宝塔。 所以者和, 以下第四, 试附诸, 解释附诸流通, 劝讲的意思。 啊, 所以我说有法法经的地方, 就等于有佛塔的地方, 这个道理何在呀? 当知事处即使道场, 应当要知道有法法经的地方, 就是修道之常。 道场, 通图讲, 凡是修行的地方, 都叫做道场。 啊, 佛经里面, 经常是把佛成道的地方, 不利受下, 称道场。 啊, 但是修道的场所, 场所里, 通图来说啊, 凡是修行的地方, 通通叫做道场。 啊, 但是修道的场所里, 通图来说啊, 啊, 凡是修行的地方, 通通叫做道场。 所以有法法经的地方, 就有人读诵授词, 那就是修道的场所, 就是道场。 诸佛于此, 过去十方诸佛, 都是依这个法法经, 来体悟诸法实相, 成就无上菩提。 因为诸佛都是依法法经证到佛国, 所以您能依法法经修行, 留法法经的地方, 就是道场, 啊, 因为这是佛成道的妙法。 诸佛于此转与法轮, 佛就在法法经的转大法轮, 转法轮又说法啦, 法法经, 有法法经的地方, 就是有佛说法的地方一样。 诸佛于此而不涅槃, 佛入大涅槃, 也在这个法法经, 法法经说完了, 不久就要入涅槃, 涅槃是礼, 体证诸法实相是礼, 愿礼说, 就是亲证涅槃。 那么上面就是长文, 长文说完了, 后边就是俱诵, 俱诵有两端, 第一, 诵神力, 第二, 诵皆要劝词, 总把前面长文的意义啊, 用俱诵重说一遍。 而十四尊欲重全此一二十起言, 这是第一段要说这个, 重颂神力, 神通伟利, 诸佛救世者, 助一大神通, 畏约众生故, 献无量神力, 这是先总说, 那么佛出现世间, 就是救度众生, 使众生得理苦得罗, 所以叫做救世者, 那么安住在大神通中, 为了要使众生欢喜, 约日欢喜, 使众生得到罚的欢喜的缘故啊, 这献无量无边的广大神通之力, 剩下至翻天, 身放无数光, 这是第一第二, 为求佛道者, 献之西游士, 为了要使这个求无上菩提道的人, 献这个西游的神通之士。 下面都是按照前面的十种神力, 直说前面五种, 大概的简略的诵, 诸佛庆客声, 及谈指之声, 这是第三第四, 周恩十方国, 这两种声音都周恩到十方世界, 地节六种动, 这是地动的神力, 这是第五, 以佛灭度后, 能持世经过, 诸佛皆欢喜, 献无量神力, 只重送神力的第一到第五, 第六到第十, 略调, 不重送, 跟前面常问说过了, 就这里重略, 佛灭度之后, 如果有人能够授持这个法法经, 诸佛度欢喜, 所以佛法法经说完了, 要复儒的时候, 先献这个广大神通之力。 下面是送节要欠词, 有三段, 第一, 送称探, 称探这个法法经的殊胜功德, 逐类世经过, 赞美受持者, 要嘱咐内众生来弘扬法法经的缘故, 赞叹受持法法经的人的美好的地方, 殊胜的功德。 以无量皆作, 由故不能尽, 要赞叹这个受持的人的功德, 无量皆也说不完, 显示功德无量。 世人之功德, 无辩无忧穷, 如十方虚空, 不可的缘辑, 说明这个受持法法经, 按法法经修行的人的功德广大, 所以成要赞叹他的功德。 世人受持读读读法法经的功德的人, 他的功德无数量, 无边际, 没有穷精, 穷就是净, 没有穷精。 那么他的功德有多大啊? 如十方虚空, 像这个东西南北思维上下的虚空一样, 无量无边, 不可的缘辑, 虚空有缘际吗? 你能摸到虚空是缘吗? 虚空是无边的。 所以读读读法法经, 受持法法经的功德, 也是一样, 无量无边。 这是第一。 第二, 诵解药兼解释。 诵解药兼解释, 有四段。 第一, 诵一切法。 能是诗经则, 这位一见我,一见多宝佛。 及诸分僧则, 又见我,今日, ... 能受持这个法法经的人, 那 mechan智? 世音俩兼解释, 也见到了多宝佛过去佛, 并且这个临三会上的分身诸佛都见到 同时也看到释迦牟尼佛在临三会上 讲法法经 教法诸佛山 那么智泽大师入法法三昧 见到临三会上一会儿的炎然未散 就是这种情况 第二 送自在神力 能持世今者令我几分身 灭度多宝佛 一切皆欢喜 如果能受持法法经的人 使令释迦牟尼佛 我 并且分身诸佛 并且这个灭度的多宝如来 大家所有的诸佛一切都皆生欢喜心 十方现在佛并过去未来 亦见亦供养亦令的欢喜 不但是临三会上的诸佛欢喜 十方世界现在诸佛 看到有人受持法法经 都生欢喜心 不但现在佛欢喜 过去佛闻到看到都欢喜 未来诸佛看到一样是欢喜 所以他们能受持法法经 等于是见到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诸佛 等于已经供养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诸佛 所以叫做一见一供养 要看到要共用到 三世诸佛通通都见到都供养到 一令到欢喜 也使令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诸佛都生欢喜心 第三送密药之障 诸佛坐到场 所得密药法能持世间这不久亦当多 这一部经是密药之障 能受持这部法法经的人 好像看到佛坐在菩提寿下的道场里 那么诸佛在菩提寿下坐到场所得的密药之法 究竟一圣之法 就是这一部经 能持世间则 能受持法法经的人不久 不要多久 将来他成佛了 一样的也得到这个密药之法 就是说这些众生受持法法经 将来都能成佛 佛在前面都已经为他们收集了 这是送密药之障 第四送神身之事 能持世间者 以诸法之意 明治基言词 要说无从经 能够受持法法经的人 在一切法的深意当中 无论哪一种法门 所有的意义 他的名相 名字 所有的言词 他都能够通达 而且他能讲说 要说无从经 就是四无爱便才的 要说无爱便 那么无穷无经的 先说这个妙法 他得到个妙法的 无障碍的自在情况 好像风在空中一样 如风于空中 一切无障碍 你看这个风在虚空之中 吹来吹去 什么能够障碍得了他呀 他自由自在地来去 得到说实法法经 读诵修行的人 也像这个风在空中 来去自由一样 不会遭受到任何的障碍 一如来灭后 当知佛所说经 如果释迦牟尼佛入灭之后 知道佛所说的法法经 乃至一代使教 因缘及次第 随意如实说 释迦牟尼佛一代使教里 说种种因缘 有次第的说法 随他所讲的意义 如实而说 那么目标都是要死众生 开始误入佛子之间 那么死众生得到光明的广大智慧 所以如日月光明 能处诸游明 游明是黑暗的地方 读诵法法经的大智慧 好像日光月光的光明普照一样 所有的游明 黑暗的地方 东通都能够消除 所以千年暗示 一灯能破 就是一千年的暗 黑暗的房子 一个灯光一照 就消除它的黑暗 那么众生无量进来的 无明长夜 有法法经的功力 这个智慧一普照 好像日月光明照到 这个无明长夜一样 通通无明都消失了 得到光明的广大智慧 私人行世间 能灭众生安 私人就是受持法法经的人 在世间游行度化 他能消灭众生的 无明长夜的黑暗 都能使众生断烦恼 了生死成佛道 教无量菩萨 逼尽诸一圣 教导无量无边的菩萨 究竟都能够安住在 究竟一佛圣的妙法中 那么上面是第二的四段说完 后面第三 送劝奖 劝勉奖励 大家好好如法修学 事故有志者 文词功德力 以我灭度后 应受此诗经 世人以佛道决定无有疑 这六句 这个总结上文 就是劝勉大家要好好受持法法经 因此自顾 有智慧的人 智者 有智慧的人 只要你晓得发心受持法法经 能读诵法法经 都是有智慧的人 文词功德力 你听到这部法法经的俗胜功的广大利益 以佛入灭之后 以我灭度后 我 释迦牟尼佛自称 等到释迦牟尼佛入灭之后 你们大家应当要好好地受持这部法法经 应受持诗经 诗经就此经了 你们应当要好好地弘扬这部法法经 使众生开示悟入佛之之间 能够亲证诸法实相 人人都能成佛 所以说 世人以佛道决定无有仪 世人受持法法经的人 他能够受持读诵法法经 能够深深地通达诸法实相 那么知道法法是究竟成佛的 能够使众生开佛之间 识佛之间 误佛之间 到正如就近佛之间 所以在佛的无上菩提道上 决定不会有所怀疑 这部经的唯妙的大用 就是断移生性 四十一年的全巧说法 或说有成佛的 或说有不能成佛的 那都是全巧方面 现在在法法徽杀 公开宣布 一切众生都能成佛 凡有佛性的都能成佛 所以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有佛性者皆会作佛 那么究竟成佛的妙衣啊 就在法法经里面 火盘托出 整个表现在法法经中 那么这一瓶如来神力瓶 就是佛要附着给菩萨流通 这部经的之前 先献神通为例 神力显现过了 接下去就要主内流通了 那么后边就是主内品了 就是把这个妙法 主父节 诸菩萨中 内 反而反你去宣扬 就是说一句客气话 还劳你大家好好去弘扬 这个法法经 所以叫做内 那么 佛要付诸法法经 因为这个功德广大呀 所以先献神通 然后复竹 神通献完了 接下去是主内品 因为时间到了 主内品 只好留到下次讲 这里有一点 我们要注意到 加以研究的 法法经有三种译本 最早翻译的东景时代 以前东景之前 西京 西京的主法副 就是敦方菩萨所翻译的 叫做正法法经 跟 这是第二一 妙法联法经 第二一就是 东景时代 摇清 舅摩洛斯所译的 再往后 随炒 有天明 妙法联法经 就是达摩几多 跟谢罗几多 两位法师 活并翻译的 顺着 舅摩洛斯的译本 他认为有缺少的 把它填上去 有这三种译本 现在我们讲的是 舅摩洛斯的译本 而这里有一点不同 这两三本当中 有一点不同 现在我们看的 法法经的主乐品 是在中间 下面第二十二 前后两种译本 都在后边 都在后边 最后一品 就在第二十七 他们只有二十七品 在第二十七 那么这一点 为什么有这个不同 这个不同的原因 在哪里 究竟是哪一种 比较正确 这个道理 等到下面 讲主乐品的时候 再讲 下方 字幕志愿者 杨广角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012 001 205 666 012 001 205 666 生重灾食 素食银行 慈悲便当 烟供香 粉 药供包 香 弱势关怀 不食动物 补捞放生鱼 家住火边的郭先生体弱多病 常年吃药也不见好转 直到遇见了学佛的师兄 他才明白了其中的缘由 诶 这不是小郭吗 你去哪里呢 师兄 原来是你啊 我去药店买药 怎么 你现在还一直在吃药啊 是啊 这些年我身体一直不好 没办法停药啊 小郭 我看你的身体靠吃药 是很难恢复健康的 为什么呢 你住在河边 从小就经常捕捉河里的鱼虾 日积越累 你的沙业越来越重 所以才会有今天的果报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啊 放生护生 只有广积善果 才能弥补你过去的罪业 嗯 从那天以后 郭先生便跟随师兄一起 学佛放生 而他的身体也一天天好了起来 看到自己身体渐渐康复 这让郭先生更加热衷于放生了 小郭 自从你学佛放生后 我看你的身体一天比一天更健康了 是啊 真是太奇妙了 这段时间 我的身体真的一天天好了起来 没想到吃了那么多年的药 都没有改善 通过放生却有这么显著的效果 那当然了 善恶都是有因果的 以行善 必定是会得到善果 对了 下周有放生法会 也要参加吗 当然要参加 师兄 到时候你再通知我 嗯 好的 放生法会那天 河边聚集了很多前来放生的人 大家高自掏腰包 买了一些鱼虾准备放生 哎呀 你买的这条鲤鱼好大只啊 你看 这条鲤鱼的肚子 鼓鼓的 里面一定有很多鱼卵 如果杀害了他 那他肚子里的宝宝也会死掉 所以我买下他准备放生 既救了他一命 也挽救了他肚子里的孩子 在河边放生的人群 引起了附近两位年轻人的注意 他们对即将被放入河中的鱼虾 产生了兴趣 咦 今天这里怎么聚集了这么多人啊 他们是来做什么的 他们是来放生的 放生 什么意思 有一些学佛的人 他们经常带着鱼虾来到这里 然后将它们放进河里 那些鱼虾就这么白白的被放掉 多可惜啊 不如带回去一些晚上夹菜 嗯 有道理 放生正式开始 众人纷纷将桶里的鱼虾放入河中 这时候那名年轻人快速地拉起一条大鱼 然后转身就跑 喂 你做什么 你做什么快将那条鱼放回水里 真是的 他怎么能这样做呢 算了 随他去吧 这样一来 那条鱼及他肚子里的宝宝都难逃厄运了 而且那位年轻人也因此犯下了沙业 哎 作孽 那位年轻人尝到了甜头后 便对那些放生的鱼虾动了歪脑筋 他每次都等学佛者放生完 便联络那些捕鱼的人拿着大网来捞鱼 喂 他们又来放生了 赶快带着大网来捞鱼 那些人真傻 自偷腰包帮我们买鱼 哈哈 希望他们下次再多放生一些 这样我们就能捞到更多的鱼了 有一天 郭先生和学佛的朋友 又一次来到河边放生 这时 一位家住附近 经常来河边散步的路人 告诉了他们有人捕捞放生鱼的事情 两位朋友 你们以后放生完 最好在这里等一下再离开 为什么 因为等你们一走 就有一些人拿着大网来捞鱼 我虽然不信佛 但他们这么做实在是太过分了 你们拿钱买鱼放生 自然有你们的道理 他们却到这里来捡便宜 真是让人看不下去 真是的 那些人怎么为了贪小便宜 而这样做呢 他们哪里是捡到便宜呀 明明是捞到了一大罗筐的罪账 还欢天喜地的 太可怜了 这样做真的对他们不好啊 会有果报的 嗯 郭先生等人回去后 便从网络上下载了许多有关放生的功德 以及杀生的罪过等例证 列印了几十份 第二天发给那些围观的群众 想透过这样的方式让他们莫要在下杀手 希望这些势力能够打动他们 两位 看一看吧 嗯 这是什么呢 我们在这里放生 那是积德行善的事情 听说 有人将我们放生的鱼虾捞走 那样做可是极大的罪业 是要遭到果报的 行恶杀生终有一天会让自己痛苦不堪的 你们没必要说那么难听的话吗 不过就是捞了洗条鱼 有什么大不了的 何必诅咒人家呢 先生 您不要生气 我们不是在诅咒谁 而是想告诉您 杀生的果报是非常严重的 对 我是有捞鱼 怎么了 你们愿意放 我们愿意捞 各不相干 可是你想过没有 你们捕捞放生的鱼 罪业太大了 抓一条放生的鱼 等于让你自己造下非常大的罪业啊 神经病 我可不信什么罪业果报 唉 几天后的傍晚 郭先生等人又来到河边放生 等到他们离去后 哈哈 那帮人又来捕捞放生的鱼了 快快 他们今天又放了不少 我们快点去捞上来 第二天早晨 郭先生和师兄来河边散步时 发现他们昨天放生的地方围了许多人 诶 师兄 你看那里怎么围了那么多人 是啊 那不是我们昨天放生的地方吗 我们去看看吧 小姐 那里发生什么事了 昨天晚上河里有人溺水了 啊 有人溺水 是啊 有两个来捞鱼的人淹死了 听说他们平时很会游泳 可是昨晚 他们捞鱼捞到一半时 就莫名其妙的一头栽大了水路 等到大家把他们救上岸 他们早已命丧黄泉了 死因究竟是什么 不清楚 有人怀疑说是心脏病发 有人猜是脑溢血 各种说法都有 杀生遭火爆 你们说的话 真的应验了 两个人莫名其妙地丢了性命 他们的家人将是何等的悲痛 只为了满足一点点的口腹之欲 值得吗 以断掉悟命之心 恰恰断送了自己的性命 佛经上讲的因果报应 活生生地现前了